我只要给他找一间好学校 就可以把他教好了 这个认知是不足当的 很多当父母的人 都把时间精力 甚至于是金钱 都放在说 我找一个学校就万事OK了 所以对事物正确的认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认知错了 可能你努力的方向不一定正确了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你努力必须是正确的方向 假如想着找一个好学校就好 好了 那就变成了舍本足墨 这个成语我们应该数完 舍本足墨 本墨到智 那我们现在在思考事情 有没有看到根本 就好像我们都在修行修身 什么是本 心是根本 我们每一天 重点是看自己的起心动念 还是看外在的人事物 那就再检查我们有没有看根本 孝敬是根本的 孝清尊师是根本的 那我们有没有把修行用功 用在孝清尊师上 还是只有用在我一天念几身佛号上 念佛也是要把真心念出来啊 不能是修行修在枝墨上 修在像上啊 看一个人有没有进步啊 看孝敬的心有没有提升啊 不是说念佛念多了就能提升了 假如念佛的时候心是散乱的 念再多啊 散乱心才增加了 你不从根本啊 有时候修着修着自己 越来越分别制作都不知道 越修越分别 越修越自作 像念佛 我念对了 心就越来越清净了 假如我的烦恼增加了 那这个念佛不得力了 下年居老的居士有四个字啊 他说清呼雅士 你不能清呼了 呼呼呼呼呼呼呼什么呢 呼呼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 这个妄念都在起作用 以前祖师说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破龙也枉然 寒破龙也枉然 在想其他的事啊 在想其他的事啊 那我们的心 因为在想其他的事啊 就会增加分别制作 对啊 我们一直在想那些事嘛 想那些事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起伏 学如逆水行舟啊 不敬则推 我们念佛越来越得力了 分别制作就慢慢减少 我们虽然念佛呢 但是妄念都在起作用 那我们分别制作也不会减少啊 所以修行啊 师父领境们 修行要靠个人了 自己要检查啊 以前在学校读书啊 有人帮我们检查啊 是吧 要有月考啊 要断考啊 看看我们学的情况啊 现在修行呢 没有经考老师了 所以说师父领境们啊 修行得靠个人了 那就假如你有福报啊 遇到一些同餐道友啊 善有为依 依重靠重 因为有时候修行啊 当局者谜啊 旁观者清啊 我们有一个同人啊 同事都告诉他啊 你有点傲慢啊 他听第一个人讲啊 这是我哪有傲慢呢 其实我们就要觉得我哪有傲慢呢 可能我们就有了 就不够谦虚了啊 人家提醒了 要思考思考了 观察观察了 那后来呢 两个三个四个同事跟他讲了 他想哎呦怎么这么多人讲啊 自己在观察观察 哎呦自己真的有傲慢 所以看自己不容易 当局者谜啊 旁观者清 所以地质规是扎根的经典 我们刚刚说根啊本啊 这些居住都很重要吗 君子无本 那地质规当中跟我们说了 闻过怒 闻欲乐 瞬有来 亦有缺 闻欲恐 人家赞叹了 哎没有没有 我我没有这么好啊 成皇成宏 已经过了 进入六月了 大家觉得快不快啊 好快哦 哎这2023年才刚来 快一半过去了 所以我们念 四日已过啊 命意水减哦 现在感觉起来四年都过半了 这个四年已过啊 尤其成年以后啊 这一年一年过啊 越来越快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小时候啊 读小学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年比较长 因为都在等 怎么拿红包的时间还没到 就很长啊 一直在盼啊盼啊 哎成年以后 越来越快 就提醒我们啊 一年很快啊 我们没有太多个一年 不能再浪费了 不能再蹉跎了 那五月刚过完 我们想一想 五月啊 有没有哪个亲戚朋友提醒我 哪里有错误 哪里有不足 有的警局是什么 警方一下哦 你们是有福报的人哦 你们是有福报的人哦 哦 福在受监哦 人家肯劝我们 我们肯听啊 这个烧走万路了 假如 假如 想一想 哎呀五月好像都没有人提醒我呢 那只有两种情况啊 一种啊 你快是圣人了 是吧 快是圣人了 没什么过了 所以人家没有提了 一种就是啊 人家不敢给我们提了 我们每天也讲很多话 每天做很多事哦 每天讲几百上千句话呢 哎 有没有哪一句说错呢 哎 自己有没有观察到 哎 那一天 啊 成德 刚好 啊 啊 住在一栋房子里面 啊 我们租的 结果呢 热水炉很坏了 没办法洗澡啊 可能前辈子啊 让人家没水洗澡 你看这一辈子 夜暴现前 啊 这个时候不能抱怨哦 不然又照信仰啊 啊 随缘消酒也 啊 逆来 顺缩 这个夜就爆了 哎 结果好几天呢 都没来 哎 后来 哎 有来看呢 哎 我们有一个同人呢 他就说了 嗯 他们不是真心想要修好的 他们可能有他们这种 什么考虑 考虑 就 开始 推扯这一件事情 我就提醒他了 你看他讲话 哇 他讲的好像他人生的一些经验哦 说你这些话用心不对了 因为你这个用心呢 就在怀疑别人了 别人是不是有什么打算要来占我便宜啊 我跟那时候孔子说的啊 不逆诈啊 你不能在那里想着 他会不会来欺诈我啊 不义不信 他会不会不说我的信啊 因为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啊 是在怀疑他人 老和尚有说啊 最傻的 就是把烦恼垃圾啊 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 是吧 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自己的纯净纯善的心都受污染 所以中华文化 他怎么去了解事情 他用真诚心 你就很容易了解事情 而不是去揣度 去怀疑别人 你面对境界是可以清楚的 而不是在那里乱财 而不是用你以前的经验就马上去论断 因为有可能你会论断错了 他就说他不是真的要把我们修好的啦 结果人家隔天就修好了 我说你看你讲得对了吧 我们有时候会说错话 结果我就跟他说了 你看就是因为热水坏掉了 那个老板来跟我坐在一起 他夫妻先生坐我左边 太太坐我右边 我才能跟他讲佛法 是吧 热水坏掉了 我根本记得不到他们 那大家想一想 热水坏掉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请问是洗不上澡重要 还是让人家听佛法重要啊 你们是爱要佛法 善根生活啊 而且你们是自己心生一点没关系 让众神得利益就好了 你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真的是这样啊 热水坏没有坏掉 我就见不到他们了 就会一聊 我那个屋主啊 福报很大 耳朵很长啊 聊完之后 隔两天还带朋友来听歌啊 你看他本来就善根就好了 后来还说要请我吃饭啊 我看瞎吃吧 但是你看就结了缘啊 其实有一些事情明明中啊 可能有另外的因缘考虑在里面 我们往往是太快就要想判断 太快就先是这个熬愁的心人 一产生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说不定这件事是有另外重要的因缘要发展 你先起一个倒霉的心啊 你在处理这个事的时候 可能就处理不好了 本来可以有殊胜的人出来 可能就被我们这个分别性给搞砸了 是吧 因为你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 就开始心情很不好脸就很臭了 你假如静缘无好丑 事事是好事就一张笑脸 发愿就出来了 假如我很不高兴了 这个老板一出来 你搞什么鬼啊 这么多天啊 我怎么跟他讲魔法 那还是有他的原因的嘛 什么原因 因为最近雨下的少啊 地下水水位下降了 他那个漆漆刚好空转就烧坏了 人家根本也不是不流心啊 这种情况他以前也没有遇过 所以处事还是要多宽恕包容别人 以学知亏一言律起啊 老和尚有说啊 学佛首先学知亏啊 大家有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假如没有哦 那是挑着学哦 这一句我要 那一句我不要 这一念心是什么 用分别执着心啊 对待老和尚的教导呢 明明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结果心是什么 分别执着在增长哦 所以要会修行哦 老和尚常常讲的 什么叫修行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不起心不动念比较高啦 这个我们到极乐世界才修啦 见到阿弥陀佛何仇不开悟 这个我们不着急啊 这个去了再修啊 现在修什么 不分别不执着 哎我们遇到老和尚这么好的老师 我们还在这个我不要 那个我要 那不是分别吗 应该要老实听话 匆匆都听啊 不能挑啊 今天大家中午吃的 吃的饱吧 你吃饭是不是修行 是不是 你吃饭假如不是修行哦 那你吃饭的时候用功就中断了 功夫就断了哦 所以佛门一净摘堂 直存五官 代表吃饭也是修行的 既供多少量比来处啊 吃一餐饭啊 好多行业在服务我们啊 每一样菜农民种 还要人家中间商 运到城市来我们才吃的呀 所以弟子规说 对饮食 不减则 没有减则你就没有分别制作了 今天煮什么就吃什么了 假如偏使的挑东挑西的 这个分别制作性就增长了 所以我们是 会修啊 是在境界当中 要把分别制作啊 能够慢慢减少 好 所以老和尚讲呢 学佛 首先学智慧 学佛首先扣宽心量 本来不能包容的人 现在可以包容了 这个就是光管心量 所以我们学佛啊 首先学佛的心量 佛的心量 轻包太虚 量做杀戒 是我们的心去做佛啊 好 直接了当啊 学佛的心 好 所以老和尚为什么 建议我们朝课念 第六品 八大诗愿第六 用意在哪儿 我们随闻入关啊 阿弥陀佛每一个愿呢 随闻入关啊 我们的心慢慢的也跟呢 四十八愿怎么样 相应呢 这是老和尚的用心哦 好 所以 以学吃亏一言律己 以怪不得三智歹人 哎呀 怪不得他会出这个情况 啊 啊 原来都有他的原因的 啊 你就不会跟人计较 跟人对立了 好 那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好 我们不能舍本足墨 本墨道次 我们要习惯了 看到什么 思考什么 都看到根本上 这是一个习惯哦 好 所以了凡事去你讲到了 改过 有从事上开 事是字幕啊 有从理上开 有从心上开 心是根本的 好 了凡先生还比喻啊 比方说这一棵是读树啊 你从事上改了 哎呀 这个毒叶子 会害人 摘毒叶子 啊 你东边摘了一些了 在西边又长了一些了 速度太慢了 哎 怎么办 如沾毒树 直断起根 从根去掉了 好 叶子都没了 害不了人 好 好 那 这是从根本 好 这个 好 好 有一个医生呢 跟程德 这个 说到了 看到 一个小孩 没几岁 七八岁 身体有问题了 长东西了 大家想一想啊 一个孩子 才七八岁 他身体出状况了 什么原因啊 身体啊 是念头相续 产生的相互 念头是心变现出来的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所以他身体有情况啊 是心理造成的 好 后来这个医生诊断啊 这个孩子呢 干预得很厉害 就是他心事很多啊 心理很压抑啊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七八岁的孩子 是什么 天真无邪 应该是很快乐的 为什么他还长这个病 这个医生跟我说的时候啊 他也在流眼泪 为什么 因为他想到自己了 他说我之前啊 都忙工作啊 对自己的孩子很忽略啊 他说这件事啊 来不及了 很遗憾啊 大家想一想 来不来得及啊 亡羊补牢 由未完以安 精神所知 精神为开 虽然你的孩子 现在是成年人啊 可是你真的诚心的话 可能他 心里面那个心结啊 还是可以挖开的 任何事情呢 只要有开始 都不会想完 好 我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不大相信了 你不相信嘛 这个念头就会是障碍 你所遇到的 家庭的情况啊 你所遇到的事情 是医包啊 随着什么 随着枕头转 好 这个医生 他留下了这个遗憾呢 其实 他诚心的现象呢 还是可以弥补的 再来啊 他自己曾经 留下的遗憾呢 一转就变成菩提心了 转烦导回菩提啊 我们 这些很心痛的事啊 一转 我劝别人啊 不要像我这样 哦 所以 他看这个小孩 小小年纪就生这个病啊 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了 劝 因为他是医生啊 他都有经历过 所以他讲啊 人家能接受完 好 你今天当妈妈 或者当爷爷奶奶 你看他小孩生病了 可能他心里啊 有情况啊 我们会这样思考吗 你看这个就是从根本上思考事讲的 我们其实不是很习惯从根本上思考事 我们很容易着想 哎呦 这里肿起来了 哎 这里贴个药吧 哎 眼睛 有情况了 看哪里啊 看眼科 其实啊 肝开窍于木啊 眼睛有什么情况呢 可能肝出问题了 长起熬夜 这个肝消耗太厉害了 我们可能不会去看肝 所以我们听经文法 啊 让我们看事情啊 能够入目三分啊 能够入目三分啊 能够看到表相上而已啊 能够入目三分啊 能够看到表相上而已啊 啊 啊 市长老人家说 啊 面对境界要清楚 大家有没有感觉 比方说我今天 遇到这件事了 我感觉我搞不清楚状况 哎 怎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不清楚 好 那这个就不是在学佛的状态 你看佛是什么意思 是觉 哎 在哪里觉啊 在看自己清楚 看别人 看事清楚 今天我们看人看不清楚啊 我们怎么帮他 是吧 孩子的坏习惯 问题出在哪 不知道 那他的坏习惯会增长哦 跟大夫治病一样 他没有找到病 那这个病会拖延啊 那身体的病拖延会严重啊 心里的毛病拖延了 那他也会 假装啊 假装啊 所以 谈到了 面对境界要清楚 后来啊 就有一个 童修举手啊 他说法师啊 请问 怎样面对境界才能清楚 他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 好 诸位忍者 啊 陈德刚刚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嗯 有没有人想问 面对境界怎么清楚啊 假如 我们没有问啊 那就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 我知道面对境界怎么清楚啊 第二个情况呢 听东西啊 没有习惯思考 是吧 不然 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不明白的时候 我就会问啊 所以地址规每一句 其实都蛮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 文欲恐 文过心 质量事见相亲 很重要哦 心有疑 谁杂记 旧人问 求却 嗯 这个都要养成习惯哦 好的习惯没养成哦 那个坏习惯就一直做主了 所以也要主动问哦 学问学问 要学着懂得问哦 好 成德自己 那好有机会啊 可以清静到老和尚了 听老和尚讲经啊 听完 听完 老和尚一讲两个小时哦 哎 听完了 因为坐久了 还散步 好我们跟着老和尚散步 那要停一段时间 那要停一段时间 因为讲两个小时 比较好奇 哦 等过了半小时以上啊 哎 我刚刚听了两个小时 有哪里听不懂啊 就要问道上啊 我不能打包啊 哎 这个习惯要养成 啊 我也很感谢啊 啊 刚好是 刚说要去考老师啊 我本来是学computer的 啊 大家看得出来吗 哦 我是不务正 不是 我是 我是学非所有啊 嗯 其实呢 我是不适合去读那个科系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想 哎 以后 读什么比较好找工作啊 哦 那真的读这个哦 哇 出来都是很吃香啊 找工作很好找 但是读着读着 确实不是我的兴趣 后来我就没有往那里走了 那 那 那 这个 当时候决定考老师了 啊 啊 啊 离考试时间啊 四 四个多月而已啊 哎 可是考试科目啊 有十几科啊 所以我一算 啊 时间很短啊 所以 每一堂课讲的内容啊 我都要完全吸收 因为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看啊 也没有机会再听老师讲第二遍啊 啊 结果 哎 哎 当老师上完课啊 我有疑问啊 我一定要跑去问他啊 啊 后来发生了一个情况 啊 语习班的老师啊 跑得比我还快 我追不上他了 因为他一上完课啊 要赶着躺去了 哇 没人可以问 怎么办 啊 您未成功找方法 啊 老师问不到啊 观察一下 这个班上哪个同学 啊 学这个学得最好 你去请教他 所以我 就是 我只要听完 我就要全部吸收 哎 哎 不打包的 哎 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习惯很重要啊 哎 哦 那成德上完课啊 啊 有时候刚好 身边的 同仁 啊 我们上完课坐下来 哎 刚刚讲了一个半小时 哎 你刚刚听了 啊 有没有体会到什么 嗯 叫过他们摇摇头 没有 哈哈 那我就很有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讲了一个半小时 都没有给人家一点启发 哦 这个我 我要检讨了 哎 其实呢 一个半小时 谈了几个点 几十个点都有啊 有没有 有哦 嗯 嗯 那都没有人问我问题啊 代表什么 他几十个点通通都消化吸收了 是吧 啊 不然可以提出来探讨啊 啊都没有提出来 那只有两种情况 一个全部吸收 一个 胡伦吞枣 消化不良 啊 甚至也吃了 没消化 好 哦 所以这个 我们学习的状态啊 这个要自己检查 有没有 余力学文啊 第四规这一段经文 通通是在知道我们 怎么学习的 这个都不能 忽略掉哦 我们都读《无量所经》哦 请问大家 读《无量所经》啊 要跟阿楠学什么 但问啊 他也善于配合啊 是吧 他跟佛陀配合啊 这无量所经才出得来啊 那请问大家 你们出去的时候 懂不懂得配合丈夫 懂不懂得配合领导 懂不懂得配合老师 诶 这个是在境界里面 要懂得配合的 你看小时候我们跟爸爸出去的时候 他会配合爸爸 你跟爸爸出去找朋友 你讲的话比他还多 那就是不懂分寸啊 我们跟领导出去的 我们跟领导出去的 我讲的话比领导还多 到底我是领导还是他是领导 都要懂得境界上 都要懂得境界上 我们要怎么定对配合 你看阿楠尊者 我于此法实无所谓啊 但为将来众生过出 这个疑惑啊 故伐思问 你看他是为将来众生问的 你看他很善问 那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呢 我们有没有在 比方说有一个机会 来别人问问题 大家有没有来别人问过问题 假如没有 这《无量寿经》没有用出来啦 是吧 所以随文入关 《无量寿经》这些教诲啊 要变成我们的心境啊 变成我们的态度啊 所以读《无量寿经》的人 不能退缩啊 不能没信心啊 因为《无量寿经》说 人有志心求道 精静不止 会当刻国 何愿不得 这一句有没有入我们的心啊 好 重使生子诸苦衷 足事怨心 永不退 哇 你这句话一入心啊 它就跟你的灵魂没有分开了 所以入心很重要啊 为什么用随文入关 好 关之道 好 好 所以刚刚 跟大家提的这一个情况 我们赢了老婆上说的 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他马上提问了 怎样面对境界才会清楚啊 以前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他突然一问 问得好 我要先赞叹他 好 然后我自己赶快念头 看有没有灵感 哈哈哈哈 你不能人家一问你问题 哎呀没有人问过我啊 怎么办 我会不会回答不出来 你这个心啊 自己一乱啊 你本来 会的东西就不会了 大家有没有经验 他去考试的时候很紧张很紧张 好 然后本来觉得 这个我会的 怎么我解不出来呢 那就是你一紧张啊 状态不好啊 你心一定啊 用平常心去考试 你就考得好了 你用平常心去处事待人 你就会处理得很好 你用德思心去处理事情啊 就会处理得不好啦 好 所以道在平常中呢 平常心很重要 平等 那他一问啊 成德就跟他谈讨啦 好 我们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有一个词 叫净水照打迁 净水啊 你看这一潭湖水 没有任何 波拉 没有涟漪 你仔细看啊 周围的树木啊 都印在上面清清楚楚 甚至于天上的云呢 都印得非常清晰 因为它没有波动 所以我们的心很清静的时候啊 你看这些事 人世就清楚了 你心很乱的时候啊 就看不清楚 所以要让自己的心呢 越来越清静 这样面对境界才能清除 其实啊 就是你的心 是真心 你面对境界就会清除 比方你很真诚 我们说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真诚 自诚 感动 中庸说的自诚之道可以前之 你很真诚的时候啊 很多事情啊 你能够体会 能够明白 甚至人家还没有讲 你就体会到他心里在想 所以这个洪一大师 他挑格言联币的精华 编成了格言别录 这个书啊很值得看 这个书啊很值得看 洪一大师说到了 公申明 你大公无私啊 看什么事情比较清楚明白 你一拼心了有私心了 就看不清楚了 有私心了 或者有偏心了 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讨厌 你处理事情就不清楚了 所以老师说五心啊 你看真诚你能清楚 清净你不自私 能看清楚 你对人平等恭敬 你才能看清楚 所以公申明 成申明 真诚你看才会清楚 成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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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申明就是你的心很和患 假如你很急躁 你也会看不清楚 我们心一乱的时候啊 找东西找不到了 甚至也会把东西都给摔坏掉了 你很乱 你会不清楚的 封 者不避于私 不会被私心给谋蔽了 其实我们本来是 面对经济是清楚的 真心是我们本有的 我们现在被分别执着给影响 臣则不杂以畏 我们真臣就没有夹杂虚位应付别人 从容不遥于户 因为人心一乱就会比较混乱 混淆 你看不清楚 那我们不是来背这一句话 背只是知识 我们要用这一句话 我们要学着处理事情 大功武士 真诚对待人 我们一对哪一个人有成见 我们对他就不真诚 你对他不真诚 那你跟他的缘就会不好 人家对我们态度不好 我们还是很真诚对他 慢慢的就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 人之初 心本善满 为什么他一开始对我态度不好 前世的缘不是很好 但是可以转 假如他对你不好 你也对他不好 那就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我曾经跟大家有提过 我曾经在一个单位服务 有一个同仁 他人格特质很正直 但是有时候正直的人 他讲话会比较慷慨激昂 你要能体会到 结果这个领导 一遇到慷慨激昂 他没有去感受到 他是为团体想 他只觉得 你这个态度很不给我面子 就对这个下属有成见了 他提的很好的意见 他都不采取了 你不真诚 他明明是为团体好 你也看不到 结果搞到最后团体变两派了 一个支持领导 一个反对领导 团体会产生分裂是一个现象 关键在哪 不能只看到这个现象 关键有可能是当领导的自己 对待人分别 没有一视同仁 最后就搞成这个局面了 甚至于是不懂得用正直的人 你不懂得用正直的人 就很多拍马屁的人就到你这里来了 好人你都把他当找你麻烦的人了 所以我们团体的情况是依报 随着什么 随着领导人的心在变 所以有时候下属出问题了 你不能只是在骂下属 有可能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将帅无能 会累死千军 这个我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我干过这种事情 还干的不少 你比方说团体要有规矩 我从小就被人家叫烂好人 我从小就被人家叫烂好人 有个团体的规矩 人家走后门都走到我这里来了 搞到大家就很累了 你比方截止了不能再报名了 结果人家找我走后门了 我心里就想就一个人而已嘛 其实有可能一个人 比方说人家那个名单名牌什么的 全部重写了 那个工程是很大的 你没有去做过那个事啊 你有时候就不能捨身主体 人家实际的工作了 所以这个领导者的心念 那也会呈现在团体里面 所以功生名很重要 真正不能对家人啊 同事啊产生成见啊 你说他真的有错啊 有错我们的心就是帮助他改过嘛 你干嘛把他的过放在心上干什么呢 放在心上你就越看他越不顺眼 那有什么好处呢 好 我们学传统文化 学佛 最重要的 首先相信啊 一切众生皆具 如来智慧得相 大家相不相信这一句 相信哦 相信 你假如相信啊 你就没什么烦恼了 假如上个礼拜还有烦恼啊 还不够相信 因为我们生烦恼就见人家固眼 假如你相信他有如来智慧得相 你就不会见他的固眼 你只想着什么 他是佛呢 哎呦 赶快帮助他 怎么改掉 来来 因为你相信他是佛吧 他那些坏习惯 不觉本无啊 假的 本觉本有是真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心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你始终相信他 就会给他很大的力量 我们当老师的至始至终 都相信孩子 人之处性本善 有如来智慧得相 你光看他的眼神就可以给他力量 你们有没有遇过 人家看你 然后给你很大的力量 有没有 你们都没有 假如都没有 那要结三缘 我就遇过那个老师很信任 那个眼神就留在我的心里 每一次我要退缩的时候 我就想不能让老师失望了 也就会有力量了 好 这个功声名 成声名 从容声名 那我们学完这一句了 我们就实时真诚在人 大功无师 还有实时提醒自己 心不能慌 要保持从容 所以 古圣先贤说 唯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 第一功夫就是 你这个功夫没有下来 你后面就伸不上去 就好像你一楼都没爬 你二楼三楼就上不去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 唯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 有没有听过 假如有的话 有没有下这个功夫 那假如没有 听是听 做又是另外一个 那又拆成两节了 佛法是不二法门 我们都把它拆成二了 就禁不了你们 他弟子会说的 不立行 但学闻 你学跟行分开了 长浮华 成何人 等不到好处了 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 解行相应 我们今天提了习惯 看事情要习惯 看根本也是习惯 懂得学智慧也是习惯 我们不解行相应 那我们的学习习惯就变成 只是寄东西而已 还是知识性的学习 那我们假如很强调解行 那这一句 我一学第一功夫啊 想得浮照自己定 那我从此刻开始 要关照我的心 不能让他浮照啦 不能让他着急啦 我有一股很着急的人啊 他一见到我就说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着急 你看 这样有什么 别人都得顺我 我就这么着急啊 你多担待啊 这样的态度不对啦 修行是什么 很顺众生 是我们能顺众生 不是众生能顺我啊 我们的心啊 要跟经典相应 其实经典 就是知道我们用真心嘛 禅是佛心嘛 经是佛语嘛 从佛的心讲出来了嘛 借是佛的行为嘛 其实都离不开佛的真心嘛 好 好 好像上一次也跟大家提到 相应很重要 相应 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啊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所以念佛不是数目多少 好 念佛最重了什么 相应 好 我们今天要去极乐世界 我们跟极乐世界相不相应 你完全不相应 背道而是怎么去啊 你总要几分相应啊 这个叫平道结商啊 我们看电视都有经验嘛 我们法兰克福的电视有几个频道啊 台湾有超过100个频道 好 好 那你今天要按下去接通了那个 那个频道就现前了嘛 是吧 这个有帮助我们了解佛法 请问大家极乐世界在哪里 当下哦 我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没有接通那个频道啊 因为没有接通那个频道啊 其实这个世界骗一切处啊 它是法兴徒啊 你看海贤老婆上说 他见老佛爷经好多次哦 当然我不会记录他 我以为我不只是羡慕他 我要效法他 这个心态很重要啊 你看莲智大师也是 他要往生的时候说 我已经第四次见了 听到机场去了 这叫身则决定身啊 那我们读无量寿经 你看一开头 大教一开头 得尊普贤第二 就告诉我们什么 极乐世界 贤共尊修 普贤大师之等 是吧 这一句大家有印象吗 那读完这一句要干什么 读完这一句要干什么 读熟就好了 你要落实普贤心啊 这样叫频道相应啊 我们的行为跟普贤实验都不相应 怎么去啊 所以我们的心形都跟普贤实验相应了 就解通了 那这个普贤心就横顺众生啊 就好像你按那个频道 一按就通了 所以以后大家都要接通四十八号频道 五贤行十大院一打开四十八月呢 要把频道接通哦 不然就是跟自己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机缘过不去哦 就把这个机会给上市掉了 那什么时候还遇到 还要再过无量节了哦 那是太冤枉了哦 这一生一定要成就要往生 所以普贤实验是我们处事在人的标准 所以要我们横顺众生啊 不能众生都来挺活的哦 那刚刚跟大家举的是隔音别录 这一段话就迟到我们 明就是清楚 你面对境界怎么清楚 另外啊 下连居老居士也有一段哦 我早上也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 处事时处理事情呢 过来而大功 你看大功武士 物来而顺应 事已过物流至 事未至物将也 就是我们的心啊 不要常常想过去的事 不要常常担忧未来的事 你的心常常都深过去烦恼 未来烦恼 现在烦恼 你看事情能清楚吗 你的心就是乱的 怎么可能看事情会清楚 所以人要看事情清楚啊 你一定佛号要越来越多 因为你佛号多了 你的妄念就少 妄念少了 你的心才会清楚 念佛号很重要 我们佛号越念越多啊 想把事情处理好啊 我很不大可能 所以 这个过去物流至未来 在乌江里 谈谈荡荡 所以怎样的人 面对境界清楚 不做亏心事的人 一做亏心事 常常在那里 哎呀 会不会被人家发现啊 那你的心就不清澈了 你看事情也不清楚了 谈谈荡荡 见空很平 你的心常常是清净空 空才会灵啊 心里常常有事啊 心里常常有事啊 这个心就不灵啊 就是用第一念 就用真心 可是我们的心 可是我们的心有计较人我是非 你看事就不清楚了 或瞻顾得失 你得失心很重 你看事也不清楚了 或迁于感情 你常常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你处理事就不清楚了 你处理事就不清楚了 所以你看祖师都知道我们啊 什么处理事才能处理好 哦 还有啊 这个慈悲 我们看事才会清楚 就是你念念都为人家想啊 你就很容易了解他的状况 你能体续他的情况 我也常跟大家交流到 你清楚你孩子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你清楚学生现在在想什么吗 你清楚学生现在在想什么吗 假如我们不清楚啊 我们现在跟他讲的话 气他的鸡吗 不是讲经的时候要气里气鸡呢 跟人沟通的时候都要气里气鸡啊 我们跟孩子讲话不气里 就误导他啦 你不气他的鸡 他可能 听着觉得哇妈妈好露淑 那就适得其反了 所以假如我没有理解到他的心的状况 我的嘴巴就一直动啊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忍不住要讲话 代表我有火气啦 我今天非得罵个痛快不可啦 那个就是随顺情绪啦 这讲话不是很定 不是很理智的 他因缘没到一句都不说 这个才是面对境界清楚啊 他对我信任还不够不能讲 就懂得判断啦 我们有没有经验 哎呀 我要讲错话啦 那这个就没有判断清楚了 佛法真的很好用啊 我们用心去体会就能用在生活中了 佛法有一句话讲 万法因缘生 大家听过吗 好 那我请问大家 你遇到的哪一件事情不是因缘 那既然每一件事都是因缘啊 那我们懂不懂得观察因缘 所以当你懂得积累自己观察因缘的经验能力 你也会面对境界很快就能判断 假如我们每一天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就没有经一次长一次了 我今天人家找我帮忙啊 这也是我的境界啊 我得要清楚什么 我不能打中脸冲胖子啊 我得了解我自己啊 客观状况啊 度得量力 是吧 我得清楚啊 现在的形式啊 审视 还有责任 你今天这件事是你负责的 你要清楚你用的人对不对啊 你用的人不对了 这件事情就晃啊 本来是件好事结果搞坏掉了 所以群书是要知人善任的句子好多啊 你当领导人你要知人善任 你用错一个人因果很重啊 你把事给搞坏了 那我们也要养成习惯了 遇到是因缘具不具足 因缘哪怕不具足 你也懂得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因缘 让它具足 而且你不会超之过气 因为你太着急了 会适得其凡 所以真正懂得看因缘的人 他会客观去看 好 那这个是你看一句佛法 随时可以用哦 我们再跟一个人讲话 你从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接受度 他假如眼睛发亮了 你就可以继续讲 他假如眼睛已经这样了 你就换一换 这个都是缘啊 你不能讲到最后人家很反感了 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其实他的脸上就告诉我们了 不能攀缘 那像陈德自己 我刚好有姻缘了 30岁出来分享传统文化 也负责一些事 当时候也是没有什么阅历啊 很多事也是处理不好啊 可是清理很难过啊 哎呀我本来来是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啊 怎么把事给搞坏了 那我们有这个惭愧内疚的心啊 我们就会对待每一件事啊 痛定是痛 同样的情况不应该再出现啊 所以当我们对事恭敬 我们希望啊以后不要再犯 那我们积累人生的阅历啊 就会快一点 你有可能40岁看起来就少年老臣 有些人都五六十岁的处理事情 荒腔走板 关键在哪 关键在他没有恭敬人爱护人 他假如恭敬人呢 他就要总结这些经验了 不要再犯那些错了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聊的这些啊 都是让我们面对境界能更快清楚 我们清楚了 就能在境界当中吗 自立立人啊 你看大学之道 再明明的 再清明 再自于自身 当中山明明的 叫自觉 指爱 清明呢 叫爱人 Petersburg 你看儒家跟佛家講的都一樣啊 所以在什麼時候自覺覺他 你面對境界清楚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在這個園當中提升自己 怎麼在這個園當中幫助達人 所以師長講了兩次妄境還原觀 其中內容最多的就是菩薩識德 第一 隨緣妙用 隨緣 每天遇到的都是緣 隨每一個緣怎麼樣 沒有 妙在哪 面對境界清楚 面對境界不清楚就不妙了 你只要用振興了就妙得起來了 所以你面對事情你一慌就不妙了 面對境界你一生氣不妙了 自己墮落了還讓人生煩惱了 所以我面對境界我真誠我清靜我慈悲就妙得起來了 我念念為他人想 事有百折不老之真心 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 你幫他的心都沒有退 所以你這一念心跟佛菩薩的同體搭配一相應 他們一加持你就有靈感了 妙用用在哪 用在自己在這個緣當中提升 至受用 你用真心了別人得利益 他受用 所以菩薩施的就是每一天遇到境界可以用 你也很清楚 疾不難 冰凍三死非一日遮憾 我現在雖然幫他 但是不能超之過疾 不然適得其凡 所以我很有耐心叫父母待眾生受苦的 那我要幫他呢 我先以身作折 不然他會不認同 叫威夷住持有責得 那我們隨時清楚 我都要給孩子好的影響 這也是面對境界情況 不能給他不好的影響 那他有犯錯的時候 孩子有犯錯的時候 我不發脾氣 我柔和直指舍身的 柔和何言愛勸欲撤驚 他錯了 他很不好意思 你不只沒發脾氣還好好的跟他講 他就感動了 好 教育人 百年數人 這個不能亞苗助長 自己不來的 古代眾生受苦的 很有耐心 好 就像我們教孩子弟子歸 這每一句 我們也是要威夷住持 有責得一身作者 他有跟他不相應的地方 我們抓住這個機會 柔和直指去提醒他 陪伴他很有耐心 古代眾生受苦的 陪伴到他養成習慣 所以菩薩士德就是我們的生活工作 出世代人介物 不是佛法不離生活 應該是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出世代人介物 我們晚上還有交流 假如大家有說 我覺得佛法這一句 用不出來 沒有辦法落實在生活 那我們可以討論 我沒有聽過老和尚說 這一句做不了 我們不能自己亂想 但是可以提出來探討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好 謝謝大家 我們好